照片中 少年對著鏡頭 擺出自信的笑容 他跟雙胞胎的哥哥 長得一模一樣 今年4月 他還跟女朋友到海邊玩耍 開心合影留念 但沒想到一場交通意外 奪走了他的性命 那機車撞到機車座之後 彈起來 又撞到旁邊的路樹 這個路樹 也是沒有經過食堂修剪的 變成一個障礙物 所以樹跟基座 這種不當的組合 會變成一種死亡陷阱 當天中午 少年騎機車 從銅鑼走進風公路 往苗栗方向回家 行徑正式路段時 少年的機車撞到路燈基座 少年整個人彈起來 安全帽這個時候飛離 少年的頭部跟胸部 撞到後方的樹幹 傷重送醫 最後還是不治死亡 家屬質疑 路燈的基座 突出地面高達16公分 是害死少年的主要原因 雖然有那個機車道 可是很狹窄 一般用路的人不知道的話 那很容易就撞到機座 那我小外甥剛好就是 因為12點的時候 在樹雲底下根本就看不到 不過施工單位表示 路燈基座的突出部分 是屬於水溝蓋 要把道路的責任 算到路燈施工單位的頭上 並不合理 那這個設施的話 基本上是應該對交通影響 是不會有影響的 經過我們在7月14號 跟警察局會看的話 我們是道路設施 是沒有那個缺失部分 少年有三個哥哥 單親的媽媽要獨立 撫養四個小孩 少年為了貼補家用 利用暑假到工地打工 做泥水匠 中午休息時間回家吃飯 沒有想到卻發生了意外 家屬認為路燈基座設計不當 不排除申請國賠 為少年爭取公道 記者馮志明 妙力報導